因此在这些玩会中 赵丽颖一直都比较低调 将网款自己默默坐在一旁吃起东西 拍大合照时也不忠不强 默默地蹲在一边 但是赵丽颖这两个小动作 在被一些网友夸赞的同时 也有一些网友站出来表示 赵丽颖之所以默默在一旁吃东西 那是因为没人愿意理她 这不仅让人想到去年八大玩会中 赵丽颖受到的一些评价 去年赵丽颖和今年一样 赚了七十万 不过因为在合照时 相比颜密这些蹲下的女星 顺着她合照 她便蹲上了有心机的骂名 甚至有一些网友 将她十几年取得的成功 说成是有心机的结果 完全忘记了这个姑娘 为了拍戏所吃的所有苦头 有心机没人理 对于这六个字的评价 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 当然对于这些不公平的恶意评价 有网友便说出赵丽颖在玩会上 与豆小陈学东等明星交谈的合照 毕竟这个姑娘一心向善 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诋毁 目前对于今年这届八杂晚会 依旧有不少明星 像赵丽颖一样 遭受着恶意诋毁 对此竟然酥芒的一句话来说 有点美好给人家 相信真善美 我们用一双眼睛去发现美好 看待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第二天 可望